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网站的热搜 这是极为不寻常的 尤其在北京 河北等地看到极光 更为诡异的是 在北京看到的极光颜色居然是红色的 根据网友上传的拍摄北京怀柔天气的视频 1日晚近8点 天气突然出现一片血红色 而且越来越红 不久就消失了 另有北京门头沟居民也拍摄到了红色极光 大纪元专栏作家杨宁撰文写道 或许上天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将血色天空呈现在北京 传递着不利于中南海高层的大雄之照 因为早在去年5月 浙江州山福建福州都先后出现血红色天空 广西百色出现血红 而这三地都与中共党魁有着密切关联 这些对于中共党魁而言都是不祥之照 如今血色天空在中共政治中心出现 中南海高层处境已经是相当凶险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古人讲天人合一 天相与人间是对应的 古籍中认为 血色天空和血河的出现乃是凶兆 唐朝道士李淳锋在撰写的《星战书以斯战》中认为 赤色出天传中 不出一年有自立者 赤色博日如血光 大汉大汉人民鸡 赤地千里 赤云连为上东西陈 国且复兵 赤气居旋停住者 旗下有冰血流 简单地说 血色天空和血河的出现 预示着战争 饥荒 冤狱 预示着政变 甚至会出现流血 政权和国军民运岌岌可危 为了警示当权者 上天在与中共党魁习近平 密切相关的几个地方 连续给出血色警示 上天以如此明显且迫切的方式警示中南海 说明情势确实十分危急 习曾经在浙江在2002年至2007年3月主政浙江省 浙江被视为是习的发迹地 而且习也非常重视州山 去年州山出现异象时 正值中共对台湾实施士兵演练 而福州则是习在官场打拼的阶段 资料显示 1985年6月 32岁的习当上厦门市副市长 其后因没什么政绩 习没有通过厦门人大的等额选举所需的50%选票 在1988年被调到宁德 担任宁德地区地委书记 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0年6月 习升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并兼任闽江职业大学的校长 1993年 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 三年后 晋升福建省委副书记 又过了三年 先后出任福建省副省长 代理省长 省长 期间协助中共处理朱镕基总理督办的厦门远华案 直到2002年 调任浙江省任省长 算下来 习在福建官场待了整整17年 在福州待了12年 在这个习主政很长时间的地方出现血色天空 警示的还是习 至于广西与习的渊源 则主要是因为习以全票当选广西的二十大代表 此外 百色是邓小平当年发动暴动并建立中共 又将苏维埃政府的所在 在此地呈现凶兆 意味更加明显 在与中共党魁相关的三个地方示警后 党魁似乎并未将此放在心上 一年多来 继续推行各种逆历史潮流的政策 导致经济陷入困境 外资外企加速撤离 失业率暴增 货币严重贬值 社会动荡 民怨沸腾 尤其是外长 房长等高官 被莫名其妙整肃 李克强不明不白之死 引发了众多党内外官员的忧虑惧怕 此外 各种异象频出 中共政权在风雨飘摇中似乎等待着终结那一天的到来 就在这诡异的气氛中 在中共的政治中心北京突然出现血色天空 这难道不是在警示着政变可能会发生 不是在预示着当权者岌岌可危 结合其他预言预兆 异象 更能说明此次血色天空现身北京 一点也不简单 比如中国民间预言书《铁板图》提到的《白羽之鸟》为亡党之军 因其保党下场凄惨 死在任内 而习的正体字拆开就是白色的羽毛 比如习近平三个字 暗含大习近平 比如民间高人曾透露 中共蛇屎蛇中是天意 意思就是中共见证始于鼠蛇的毛泽东 终结属于鼠蛇的习近平 比如去年出现的异象包括 天降白色的羽毛 是否昭示党魁的陨落 天降火流星 或对应中共最高层之死 比如习曾主政的宁德市的万安桥着火并被烧毁 预示其南万安 还有北京故宫太和殿朝北的四山大门 全部被风吹倒在地上 是否预示着上天要收回权力 上天种种警示后 不见中共党魁任何改变 而相信道士 数数 命运的党魁以为整缩了火箭军等 预言就可以无法兑现 然而北京凸现血色天空 就是上天在昭告党魁处境很不妙 很可能有大事即将发生 预言即将兑现 而这不是党魁可以阻止得了的 近期 中共党魁习近平考察上海 陪同其视察武警海警总队东海海区指挥部的军队高官中 不见武警上海市总队司令员陈元 10月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猝死上海 有爆料称 李克强是被毒死的 幕后操盘者就是陈元 据中共央视画面显示 11月28日到29日 习近平在上海市考察 习近平视察武警海警总队东海海区指挥部时 在会议现场 向习近平汇报工作的包括王习武少将 目前其任海警东海海区指挥部司令 出席活动的还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中共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 政委刘青松 武警部队司令王春宁 政委张鸿斌 海警局长玉中 政委李宋德 海警南海指挥部政委王汉波 令外界感到意外的是 武警上海市总队司令员陈元等高层没有出现 时政评论人士林宝华的文章表示 陈元与何卫东是江苏东台同乡 受他照顾 这次和卫东陪同习 陈元却未亮相 象征了什么 也许要过一阵才能明白 至少陈元的去向如何值得关注 10月27日 前中共总理李克强猝死于上海 死因引发各界质疑 10月31日 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爆料称 他借后爆料 相信李克强是被毒死的 下手的人是上海武警 操盘者就是武警上海总队司令员陈元 爆料还特别提到 陈元与习的亲信 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同为江苏东台老乡 似乎有意暗示此事与习近平有关 分析认为 陈元从江苏 广西被一路提拔到上海 背后的扶植势力极可能就是何卫东 其实在李克强死后的第二天 类似消息就已经在网上流传 不过 有不少分析人士对这一爆料提出质疑 陈元曾任武警江苏总队副司令 武警广西总队司令员 少将景贤 去年8月 陈元还在广西任职 今年1月 陈元以武警上海市总队司令员的身份出现在大陆媒体报道中 近日 北京官方终于承认 当递检在11月下旬就积累了16种传染病毒 其中 新冠病毒占全市传染病的第二位 11月30日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发布疫情周报 报告病例数居前五位的病种意思为流行性感冒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手足口病 其他感染性病毒 共占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99.4% 北京时政影视评论人 中国航空学会会员司马平邦微博写道 现在正在流行的传染病毒是流感 支援体 新冠 还有腺病毒和呼吸道荷包病毒 临床甚至还发现还有少数病人合并科萨奇病毒感染 甚至有的病人同时会感染多种病原体 一位微博大V说 流感 甲流 新冠 支援体肺炎 病多的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得的是哪种了 从去年解封到现在 这一年得的病 比过去十年加起来都多 另一位网络大V 营养师王兴国也指出 上海一名酸甲医院感染科医生表示 今年的流感 支援体肺炎都比新冠流行之前更猛烈 创历史记录 尤其是支援体肺炎 是从未经历过的爆发状态 目前已持续两个半月 但没有消退的迹象 谁都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除了支援体感染 甲流眼看着态势比支援体还要更加猛烈 患者反应的症状似乎比新冠还要厉害 同时感染好几种呼吸道病毒的病例明显增加 这说明免疫系统和以前相比 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 网络大V老刀久久也说 新冠减弱了 但甲流加支援体肺炎加荷包加其他流感又开始肆虐 真的不让人省心啊 看看医院这排队的人太可怕了 口罩戴好 人多的地方别去 还有许多网友纷纷感慨表示 已经分不清是流感 新冠还是支援体了 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卫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教授 急诊医师温林衍对CN表示 目前国际医学界最担心的是新病原出现 就像2019年冬天中国出现的新冠病毒那样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共卫生部门提供更多资讯后 收到的数据显示 门诊和住院的就诊人数增加 可能归因于已知的现有病原体增加 台湾卫生部福利部疾病管制局副署长罗一军认为 中国类流感快速攀升 直逼去年底新冠病毒大爆发 1日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微博说 他从海外经上海回国 一下飞机就要求测核酸 而且还是两根棉签一起上 官方回应说是抽查 但是抽查却是所有人 这条微博现在已经被删除 在这波疫情高峰中 北京作为首都医疗条件卫生最好的地方 却成了疫情中心 重灾区 各大医院爆满 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为缓解压力 北大富儿医院在11月22日启动了方舱 作为临时输业室 近日 河北三河市 消失多日的大白又重出江湖 一批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进入校园展开消杀工作 有网友认为 种种迹象表明 噩梦般的强制核酸 强制疫苗 清零 隔离 封城 现行 很可能马上又会席卷而来 这种令人窒息的疫情大浩劫 何时才是个头啊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号发布的信息 菲律宾棉兰牢岛海域发生了7.6级强烈地震 菲律宾和日本当局已经发布了海啸警报 该调查局说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周六晚上10点37分 测量深度为32公里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 根据阵级和位置 预测海啸将袭击菲律宾南部以及印尼 帛琉和马来西亚的部分地区 但该中心后来撤销了海啸警报 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最初也警告说 海浪可能会比通常的高潮水位最多高出3米 但后来更新信息说 不再有海啸威胁 菲律宾负责地震的机构表示 其测得的震级是6.9级 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则表示 菲律宾周六发生的17.5级地震 震源深度为63公里 预计海啸很快就会袭击菲律宾和日本 日本气象厅周六表示 菲律宾发生大地震后 日本西部太平洋沿岸发布了海啸警报 菲律宾的疏散工作仍在继续 尽管余震持续不断 但还没有收到重大海浪破坏或伤亡的初步报告 菲律宾火山河地震学研究所表示 南苏里高省和东达沃省海岸附近的居民应该立即撤离 或转移到更远的内陆地区 与菲律宾其他地区不同 这两个省份主要是农村地区 人口并不稠密 预计地震会造成一些损失 可能会有余震 距离镇央30公里的沿海城镇西纳图安的警察局长根塔兰告诉路透社 自地震发生以来 该震一直停电 由于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火环 因此经常有地震和火山爆发 今天的新闻苏地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亭芳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